到底我們昨天在東東東去買了什麼啦 對 昨天買的豆苗一包45塊 可以再重新長出來 所以我們就買了 那我們就時間看看它會不會再長出來 那我們要時間多久 他說7到10天就可以再有一次 對會不會長出來 好那我們就來做時間看看 所以只要把它切一半就可以了 他說剪到 剪到這邊 哇怎麼那麼短啊 對然後它就會長成這樣 剪完的樣子 它底下有塗嗎 沒有所以他說要 搞一個容器 很香的那種草味 真的有草味跑出來 就是這樣子 對就這樣 過10天之後我們來看看它到底會變得怎麼樣 登登 第一個 這個 這飄是漂亮的喔 喔就是昨天裡面看到那個 布林布林的 裡面有金箔的酒 你看 多高級啊 那個櫻花跟金箔會浮在中間喔 這個呢 這個不喝拿來擺裝飾都很漂亮 對 那你等一下要喝嗎 等一下我來試喝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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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櫻花好像五百多塊 五百多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產地在哪裡 它的產地在日本的愛滋縣 愛滋縣 製造的喔 對然後它酒精濃度是9%喔 9%喔 算多還是小 看我等一下會不會墜我就知道了 好 然後第二樣東西 第二樣是 這個 麵 對 只要有這個 戰棋 的 汁就很好吃 喔 真的嗎 對 我們來看一下產地 產地在那個 也是日本的 香川縣 喔 等一下煮看看 等一下我們來煮看看 然後 第三樣 第三樣的東西 日本的和牛 後面的In Japan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產地 它是場地在哪裡 日本的熊本縣 熊本 好像很常聽到喔 7片163塊 哇 然後這個 我們昨天有買 9999的蟹 撞頭戲 9999的蟹 然後旁邊的 790塊 對這個 對 其實看起來這也蠻厲害的啦 對啊 對啊 我們就吃吃看看 我們就吃看看它的口感 它是在哪裡啊 也是日本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也是日本的 冰庫餡 哇 所以它每個東西都分類在不一樣的縣市 製造的 那我們等一下要煮煮它吧 我們就把它下鍋 那我們今天湯底就是五老鍋的 麵包豆腐白湯鍋 它裡面的湯底啊 它是用雞骨跟豬大骨 還有一些中藥材去用出來的喔 那為什麼要叫麵包咧 因為它裡面有附豆腐跟鴨血 那豆腐的口感好像麵包 我們現在就要下鍋 好 冒煙了 好香喔 我又讀十二了 那我們現在放我們 最厲害的 哇 這個 哇 都是冰塊耶 需要解凍嗎 要解凍耶 要解凍耶 要解凍喔 好吧 那我們再等一下吧 那我們螃蟹已經解凍完囉 對 那我們就全部把它丟進去 他都幫你剝好耶 三 四 五 等你算完我都吃飽了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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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再放一個麵下去 我們再放那個麵 等一下再吃一個那個口感 乳 現在要放日本和牛 我吃吃看是什麼感覺 牛 牛 牛本身涮一涮它就 非常好吃 吃一下它的口感 嗯 非常有嚼勁 嗯 它油脂分布得很均勻喔 它油脂分布得很均勻喔 嗯 很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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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這是牛昨天才殺的 殺的 殺的 馬上就飛來台灣給我們吃了 對 哇靠 很新鮮喔 好 吃一下這個松葉蟹的蟹餃 雖然它是冷凍的 對 但是我們也是可以 品嘗一下 日本的蟹跟 台灣的蟹有什麼差別 嗯 很甜耶 很甜喔 很鮮甜耶 嗯 這菜我先丟一下去看看 還會再長出來 豆苗 我們來吃看看 日本的豆苗 神奇豆苗 算一下 我先吃這個 我先吃這個麵看看 好 你剛剛在戰奇麵 戰奇 對 你看看吃起來 平常我都是買那個 戰奇的烏龍麵 嗯 不知道這個麵 它煮出來是扁扁的 如何 這個麵都吸收這個湯 湯汁的味道了 嗯 然後 蠻Q的耶 也蠻值得推薦的 對 都可以 不錯 那我們來試試看 它這個菜 好了沒有 豆苗 吃這樣是好了嗎 其實菜燙一下就可以了 哇它那個 青 那個草味很重耶 草味很重 它沒有把你的湯汁蓋過 沒有耶 沒有 所以它還是很 很獨特的 自己 上發出它自己的味道 還是有它自己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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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被這個湯 湯底給吸收掉 但是有些人很怕那個 草味啊 應該就不喜歡吃這個 就不喜歡吃這個 喔 那你們再注意一下囉 我們來吃一下它 松葉蟹 前置的部分 你看 平常我們看到的肉 它 可能都外面都 糊糊爛爛爛的 但是它這個冷凍空硬來來的品質還算不錯 它這個冷凍空硬來來的品質還算不錯 試一下看看 哇 看到沒有 很多肉的喔 對啊 好吃嗎 好吃好吃 肉很多嗎 肥美嗎 如果你們去買那個 9999那個 帝王蟹的話 那個應該肉比這邊 肥個兩倍 看 哇 你打錯耶 哇 哈哈哈哈 我們來看一下 嘗一下是什麼樣的感覺 你看看有沒有它的造型 非常的漂亮 適合擺在你們家那個有沒有 酒櫃有沒有 你看它的擺設 哇 哇 反正這邊就加分了 對啊 好 我們來 喝喝看 什麼樣的感覺 它首先 外面有一層 膠把它黏住 再讓你看一下 它本來就漂浮了 再讓你看一下 它裡面是 櫻花加金箔的組合 為什麼要這樣組合啊 就是日本人 我都什麼都沒沒 日本人才會這樣子去想 來囉 一瓶兩瓶三瓶金箔 你看 我們喝酒了 你最喜歡聽這種聲音 好啦 你要喝完啊 欸這其實 喝個兩三杯就沒了 對啊 它上面寫的酒精濃度是9% 對 但我不知道真的有沒有那麼濃 好 看到沒有 有沒有看到飄浮霧 有 嗯 彷彿那你來到了 Japan 日本的感覺 有看到櫻花嗎 嗯 櫻花飛舞的感覺 其實它這個酒喝起來 它不會算太甜 但是也不會苦 就剛好在中等的那個方 然後你要說這個裡面 我是有咬到這個 一片一片的你說是什麼 冰花 對啊 吃什麼口感 好像整個脊弱的感覺 那很好吃耶 然後你說那邊的金箔 就 就 吃不出來 吃不出來它的金箔 是不是每樣東西加金箔都會 都會顯得它 高文一等 層次高了一級 我們現在有什麼什麼 什麼巧克力有加金箔啊 什麼都加金箔 它是不是就 然後 感覺 口感 都不一樣對不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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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